长平大战 秦军 坑赵族四十万 这坑啊 坑杀之 有一层意思是活埋 埋了四十万赵族啊 杀完以后堆起高台来 这一战 表明了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 远远超于春秋时代 霸主争雄 残酷性 不能同日而语啊 春秋时候的争霸战 您听过前边的这些情节的表述 大多打扶着为止 少杀人最好啊 你只要听话就行 赶到战国时代变了 正像那位孟夫子所说的那样 杀人迎城 杀人迎野 战争残酷可见一般 四十万人呢 都被秦国的那位大将军白起 给埋了 这一下秦国骄横万分 赵国是萎靡不振 秦王获得长平大战之后不久 觉得 韩赵魏三晋 这三家最强那不是赵国吗 怎么叫三晋 三家分晋呢 这三家祖上 不都是春秋晋国的 清大夫吗 那么这三家里边赵国最强 只要赵国一灭亡 韩魏不在话下呀 赶快操掩兵马吧 又派那位王和为大将 派郑安平扶之 郑安平 就是那位范衰的好朋友啊 现在也位及人臣了啊 你想他的铁哥们都当了相国了 他能随随便便做手下人吗 跟着大军直奔邯郸 邯郸是赵国的都城 赵王一听什么 秦国又发兵来了 是万分恐惧 马上派使者分路求救 到各个诸侯国去搬兵 赵国的那位平原军赵胜 那跟赵王 那是亲戚啊 他得替赵王着想啊 面见赵王 我王勿忧 魏国 韩赵魏那魏国呀 那是咱们的姻亲 两家有婚姻往来 而且一向和睦相处 如果向魏国求救 那么其救必至 一定会帮咱们 您还去到楚国求救了吗 楚大而远 论国力 楚国比我们强盛 离咱们也很远啊 要想让楚国相帮 非以合纵之税而不可 勿当亲帮 什么意思呀 要想让楚国帮咱们忙 还得用老年那说法 合纵之说呀 谁去进行合纵联盟啊 就得我赵胜 亲自去了 有劳平原军 这会赵王 小鱼卖完就剩抓瞎了 听你的吧 这位平原军赵胜 咱们不止一次提到过 他是战国著名的 四大公子之一啊 赡养时刻 少下的能人多了 赵胜回的家中 把所有的门客都找来了 开了一个大会 跟大家讲讲吧 我打算求得 文武兼备者 二十人 通往楚国 干嘛去呀 到楚国搬救兵 前来救咱们危难中的赵国呀 那位说了 平原军赵胜手下的门客 十客们 统计过数字没有啊 三千人开外啊 跟那孟长军 好有一比啊 当然现在 其国的孟长军已经辞世了 这人不在了 平原军赵胜觉得自己 比他强多了 我三千多人了 结果咱们一查点呢 让这赵胜 好窝心呢 感觉 这人才分立的是 这么样的决然 闻者不武 武者不文 两不掺和 怎么意思 会文的就不会武 会武的不懂文 选来选去 文武兼备的 凑着半天 给赵胜急的 只挠这脑袋皮 怎么的 这凑不够二十个人 刚刚十九个 哎呀 平原军一声长叹啊 赵胜好像是 自言自语的 说了这么一句 我赵胜 养世数十年 我这几十年来 就养这帮人才 难道 得文武之事 难如此在 我想要文武双全的人 就这么费劲吗 拿眼睛看了看 做下课 大伙一个个 低头不语 赵胜好 学没哭了 我心得 话你们平时 好吃好穿好戴成 就这样对我呀 就这会儿 就在这做下课 紧贴着门那儿 贴着门那儿 两大溜 都快坐到门边上了 那儿有一位说话了 见这个人 站起身来 高声和喊 这声音是又细又亮 又接又刺耳啊 如臣者 不知可以 北树湖 像我这样的 能不能 算一位呀 平原军 跟所有的门客 定性 这么一看 好嘛 就将站起来 这位 瘦小枯干 那个儿呀 因为我们现在 尺马凉 也就一米五上下 干巴巴瘦 脸色暗黄 不像一个血色 充足的健康人 这胡子长得才讨厌呢 就在唇角上 上膝下巴 各窜出这么几根来 怎么长这么寒碜呢 平原军也不好意思说 你这胡子怎么长得 那不像话 啊 君乃何人 谋 姓谋名随 大良人也 可君门下 三年之久 平原军还纳闷呢 在我这儿待三年了 我怎么不认得呀 夫闲事处事 辟如锥之 处于囊中 真正有本事的人 要到我这儿来 就好像 锋芒毕露的 针锥一样 把他放在兜里 早晚 是起影毕露啊 得见尖啊 那么金先生 处圣之门下 三年之久 圣为所闻也 三年多 我都不知道你那么一人 是先生与文武 一无所谷 一无所谷 言外之意 你是不是在这骗吃遍喝 你狗屁不会啊 呼 大伙都乐了 再看这毛随毛先生 往前紧抢了 这么十来步 怎么 他不往前往后就出大门了 他得往前走啊 平原军 晨今日 方请 楚囊中而 我今天才打算 进您那兜里待会儿 如果您拿我当锥子的话 是早楚囊中 将突然脱颖而出 其特漏颖而移栽 何必等着 今天我才见得锋芒啊 您别看这位毛随先生 瘦下哭干 面黄肌瘦 这话说的可硬朗 那这你不重视我 你要早让我往前拍就坐 我的才能早就露出来了 平原军赵胜 闻其言 这才仔细打量 一想 看此人 貌不出众 出此大脸 是必有其能啊 要不然 不会当着 众多人的面前 就要这么吹牛啊 好吧 算您一位 毛先生 随我 同赴楚国 刚才不是挑了十九个吗 加上毛随 算凑了二十了 走吧 到了正日子 告别了赵王 平原军赵胜 赵国的这位大公子 带着二十个 能言善辩的门客 向着 楚国 进发呀 到楚国找谁呀 找春深军 黄歇 春深军 黄歇 那是战国 四大公子之一 这跟平原军赵胜 那早有往来 为什么找黄歇呀 老朋友见老朋友 有话当面提呀 春深军 在楚国受重用吗 那当然了 现在的那位楚王 就是那楚考列王 权杖的春深军 才能回国即位呢 怎么回事啊 春深军 帮着他大忙 救了他一命啊 当年 这位楚考列王 做太子的时候 本名为丸 叫雄蛮 作为太子 他成了秦国的人质了 秦楚交好 有人质往来 楚丸在秦国 作为楚国的人质 一待可就待了 十六年 再待下去 我还能不能继位啊 我这太子不白当了吗 恰好在这个时候 秦国的使者 约好于楚国 互通往来啊 来而不往 非离也 楚国派使者 叫朱英 跟着秦国使者 回到咸阳 在互访 朱英到了秦国 跟秦王 讲述了自己国家中的危难 现在的楚王 也就是这位 楚考列王的父亲 病逝深沉 恐将不起呀 那么太子师 就是雄丸的老师 黄歇 已经发了话了 托我带话给这雄丸 说王病毒 而太子刘于秦 现在的楚王 已经够呛了 太子还在秦国当人质呢 万一 王一命归天 太子不再踏钱 那么 必然是 朱公子 代而立之 他的那些 哥哥兄的们 甭看不是敌亲 不分敌数 只要是楚王的儿子 都有可能争夺王位 楚国 非太子有意 就得您回来了 臣请为太子 也婴侯 而请之 我能不能见见 婴侯范遂 请太子出面呢 当时秦王一听 国家大事都听 婴侯范遂的 你去见见范遂吧 就这么着 来见范遂的 黄歇 特意 也赶到了秦国 见见这位婴侯范成乡 范遂一听 是黄歇来了 哎呦 那可是楚国的权贵人物啊 有托孤之中 相军 可知楚王之病乎 你知道我家大王怎么样了吗 我倒是听人说了说 病情深重 哎 黄歇他的口气 范相国呀 出国太子 九世于秦 在这呆了十了年了 其与秦 上上下下 无不交亲 甭管门关五官 跟我们家太子 都是好朋友 相国相来 倘若楚王空 而太子得理 夹比说 你们这人质急得位了 那么 他一定 冲着老朋友的面子 对秦国 很友善 很礼待 很宽容啊 如果这个时候 您要是帮忙 让太子归国即位 那么太子 最起码 感谢 向国您本人 其恩 无穷也 先甭说念不念秦国的好 先得念你犯虽的好 反之 如果你不让他回处即位 楚国 另立他人 没太子的话 那么 此太子在秦 不过咸阳 一步一而 直指这熊丸 这熊丸 完了 这一平头百姓 说我们现在话 没有丝毫的政治价值 而楚国呢 因为你 逞旧太子 不令其反国复位 你把人家扣到最后作废了 那么 必然以此为事端 出兵相争 相国想想 是留一个不一在秦国 而觉万胜之好 是上策 还是下策呀 好一位 春深君 他质问 范衰 你留一个假太子 在这儿 惹来两国交战 是上策 还是下策 您觉得 这主意怎么样 范衰没吭声 春深君微微一笑 臣妾以为 非计 这不是什么好主意 说得范衰 别蒙点头 君言事业 你说的太对了 我明日 告于秦王 转过天 范衰 真就见了秦王了 跟秦王这么一说 秦王一听也对 我让这位 作为人质的太子 即位对我有好处啊 那么 秦王又一想 我也得动动脑子 这样吧 令太子父 黄衰 先归问及 那黄衰 不是太子老师吗 让他回去看看 那位楚王病得怎么样了 如果真的是不行了 再来接太子吧 范衰也不敢 跟秦王降嘴 那毕竟君臣有份 回来实话 就告诉这黄蝎了 黄蝎一听 度谢相国 赶忙回自己的管设 把太子雄丸找来商量啊 商量来商量来的结果去 你先走 让太子先回国 太子问他 你怎么办呢 哎呀 太子啊 可怕春深君黄蝎 击坏了 秦王 留太子不前 欲如怀王故事啊 当年的 楚怀王怎么被扣着 你忘了吗 他是为了求帝 为了隔咱们楚国疆界 以阔秦之疆域 你不能上当 你现在先走 一旦回国 集了位 臣 黄蝎指着指心口 我生死何故啊 只要你微服而逃 他杀臣一人 不足以服楚国 有太子归国继位 为臣主事 量他秦国 也不敢动我 黄蝎好发 他连我一根 毫毛都不敢动 你得先集位啊 说的这位太子 雄丸都哭了 扑通跪倒 太夫 师父老师 施卓成 楚国当与太夫共之 楚国是咱俩的 黄蝎听不了 这个你赶快走吧 跟那个大使猪鹰 都比商量 给这太子改办改办吧 乔装改办 太子雄文 微服为御者 装扮成少些人 跟着猪鹰 直配而归 赶着马车 大得风风出寒谷关 神不知鬼不觉 人家回来楚国了 那黄蝎呢 黄蝎没走 就在这待着 敢等到秦王 一直纳闷 这黄蝎怎么不走啊 你跟着那猪鹰一块来的 猪鹰都回楚国 你在这儿 溜儿没完了 赵黄蝎问故 怎么不走啊 黄蝎一听海 大王 我家太子啊 正巧这两天 患伤风 所以 有些病体难遇 我得在这儿守候 替我家大王 看护我家太子 等病好了 我们再走吧 又过了十来天 黄蝎一算日子 二十多天了 这回啊 我家太子 大概都计完位了 哎 我别怕了 主动求见秦王 秦王哪位 哎 怎么你还没走啊 黄蝎跪爬两步 回禀秦王 臣 黄蝎 孔楚王一旦不讳 太子不得力 无以弑君 以善前之 尽出关矣 我怕我们家大王啊 真病死了 没人继位 所以我让我们太子 早就回家了 我现在是有欺君之罪 清福福悦 你把我宰了吗 啊 可怕秦王气坏了 出人 乃多诈如此 楚国的这些臣民 将来就这么狡诈吗 左右 把黄蝎推出 斩制 且骂大王 谁该拦住了 丞相犯衰啊 我大方使不得 杀黄蝎 不能复还太子 而杀绝 而杀绝 你现在把黄蝎宰了 那位雄蛮能回来吗 不回来了 那么跟楚啊 咱可就没有商谈 何意的余地 这事可做绝了 倒不如家旗中 而归之 楚王死 太子必四位 太子四位 黄蝎必为相 楚君臣 拒敢秦德 是秦必秦义 秦王一听 你看这话分谁说 还得是范衰 范衰的意思 你杀了黄蝎 那太子雄蛮不回来 反而两国绝交了 你不如把黄蝎都放回去 太子真要继位了 一定让他做相国 连君带相 那都觉得秦国有恩 对咱们没有坏处啊 秦王一听有理啊 一缕虚然放声 大笑 把他推了回来 黄蝎这气心的话 哭了都你一个人的 怎么意思啊 大王阴和 不见忠于臣 你不要杀我吗 我是看 黄蝎先生胆量如何 回国复命去吧 好一位黄蝎 凭着智慧 凭着勇敢 把太子雄丸救回来了 雄丸即位 就是这位 楚国的考猎王 所以今天 平渊君赵胜 移到楚国 先见这黄蝎啊 黄蝎不是 封为春深君了吗 这是他的号啊 他跟平渊君赵胜 同为著名的 仰氏公子 互相倾慕养明啊 不就见楚王吗 我给你通病一声吧 整个天 平渊君 天刚刚亮 就来朝拜楚王 楚王跟平渊君坐于殿上 毛随跟那十九位 都站在平渊君的身后 平渊君见楚王 谈的是什么事啊 合纵之事啊 楚王一听合纵 眉头一皱 为什么 当年合纵之约 使侍者赵爷 最早就跟着你们 赵国们一块干 后来是张仪游说 使得合纵之约 被人瓦解 我家仙君楚怀王 曾为纵约长 率领中国伐秦 而并败 齐国的那位先王 齐敏王 后来也做了纵约长 但是诸侯不服 背弃离之 至今列国以纵为会 谁再一提纵约 大伙都很讨厌 势如团杀 为一言也 这一盘散沙 谁要这本着把它聚在一块啊 赵生一听 呃 大王 自苏秦 唱合纵之意 咱们六国将兄弟一样 曾经让秦国的兵马不敢出寒谷官十五年 后来各取私欲 瓦解分崩啊 哎 楚王他了个气啊 合纵已不合时宜啊 今天已经晚了 多少次合纵 为什么分崩离析 各揣私心 难以罚琴 算了吧 哟 把平原军赵胜给干那了 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正在无从回答之际 突然就见毛隋 一摁着剑柄往前抢了这么两步 站在台阶上 看着平原军 主人 纵之厉害 两言可绝 合纵的好坏 几句话说完了 怎么这么半天没说完呢 说王一听 这谁啊这是 怒目相识 平原军连忙攻守 自乃臣之客 毛隋 楚王都快骂了街了 咱们寡人与辱君一事 你算什么呀 你在这多说少讲的 左右 把他给我拿下 斩首啊 这位自见的毛隋先生 何以自救啊 他说什么话 才转危为安呢 咱们下文书 再说 好 没说过 对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